Sam哥 我叫現在周圍的東蟲草都買得很便宜 又大條又乾淨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培植蟲草 其實跟野生有什麼分別 這位朋友首先 東蟲草的正名就是東蟲夏草 有蟲生有草味 以往未有培植草之前 大部分人都簡稱為蟲草 所以接下來這段影片 我會簡稱它為蟲草 要學會分辨野生蟲草和培植蟲草 就要先從它的生長環境開始說 野生蟲草就在西藏4000至7000米高的山脊上 當地的天氣是非常之惡劣 日照時間是很多 氣溫的溫差日夜是非常之大 加上極之缺氧 所以可以說野生蟲草是很惡劣的環境之下 來成長的 反之培植草就是一個室內的環境 即是培植牆入面 以一個可控的環境 無論是溫度、濕度 以及光照度 都適合這些蟲草來生長 我務求將產量提升 以及穩定的出產 第一代的人工培植蟲草 大家都很認識的 就是蟲草花 如果大家開始明白環境因素之後 我就打個譬如 就好像我們吃深海的野生蟲草 吃一條少一條 至於養的蟲草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養多少 回到蟲草 在我桌面這一堆野生蟲草 可能是藏民要走幾個山頭才能採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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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特徵是味道 美麗的野生蟲草 有很香濃的味道 這種香味有點像羊土菌 至於培植草 我會形容是一些鮮菇 較新的那種味道 第二個特徵是野生蟲草 是實育的 握在手上有刺手的感覺 而握斷它那一刻 真是像握火柴枝 而按極都按不扁 越按的時候 我按到手也有點痛 而這個培植蟲草 就是泡新的 還可以按下去 放在手上有輕飄飄的感覺 而按下去 最重要就是這個 按下去真的可以按扁 是非常好看的 我做了個實驗 就是相同尺寸的兩隻貨 我秤10克出來 野生蟲草 就是24條 而這個培植蟲草 是有34條 這個差異表明了 它裏面是夠輕輕一點 是夠泡新一點 為什麼這種現象 是因為培植蟲草 用了凍乾脫水的方法 來保住 保住它的肥嘟嘟的形態 好似我們吃凍乾的榴槤 或者士多啤梨 很厚身的 如果一開始 這條蟲草 是拿去日光之下 曬乾的話 它是縮小的 第三個特徵 就是它的外觀 野生蟲草一般 因為它在野地之下 生長的時間 它的色是夠天然 而尾巴有長有短 有粗有幼 而培植蟲草的話 它一般 你細心看的時候 它的尾巴都是夠纖幼 至於顏色方面 培植蟲草 都是夠淺色少少 這位朋友 如果你不想用萬幾能 買到三千多元的培植蟲草 我最後教你多一個板斧 是什麼呢 就是產地 直到現在 在西藏 都是不容許生產 這個培植蟲草 而基於香港海關的 商品說明條例 好像我這樣賣蟲草 我們需要著名蟲草的產地 換言之 培植蟲草是不可以 去著名西藏 可以有什麼地方 就是西藏以外的地方 或者籠統說是中國 記住了 下次去買蟲草的時間 第一 是需要問一問 問一下有沒有乾的 菇菌類味 濃郁那隻 第二 要摸清楚 如果是野生 按多按不扁 第三 就要看清楚 看看蟲生的顏色 是否很天然 而蟲的尾部 是有長有短的 第四 就是要問清楚 問一下 產地在哪裡 暫時到現在 野生的 才可以說是西藏的蟲草